《扶貧治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了一輯18樓CP組請來一隊足球隊 我是主持人黃德傳另外 我是拍檔陳友昌 整隊足球隊都沒有家 踢球踢到不回家 還是不回家踢球呢 問一下組織幹事 Sunny 你們不回家踢球還是踢到不回家呢 因為家裡沒有球場 不是 因為不回家才有資格踢這場球 曾經有不回家的經驗 才有資格來踢這場球 我們說這麼多就是帶出這隊足球隊 就是無家者足球隊 由社區組織協會籌備的 最開始的時候 2005年的時候 我的同事叫吳偉東 他在報紙上說 外國有這個無家者世界盃的比賽 他看到外國都可以組織對勞宿者去踢球的時候 他在想香港其實都可以 在那時候他就開始有這樣構思和行動 有這樣構思和行動 那關德能什麼事呢 真的說起這個在吳偉東 你又沒有家人 其實是不合資格的 但幸好有鐵血社工 吳偉東 他跟足球又沒有梨拉加 他又不懂得踢兩腳 就這樣 很大隻撞就撞他 比較起來他都可以踢到那邊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他真的有個大無謂的精神 他最初我想是由自己一個人開始 打電話找人 即是沒有錢 找些不認識的人 你可不可以幫忙搞一下這隊 說了一件事之後 又難得又會創合一些有心人 於是一個一個 其實就成為了一個群體 我其實之前都不認識阿東 他就應該是 我打算第二屆還是第三屆 就打電話給我 就說香港有個籌款賽 有件這樣的事 你可不可以幫忙來現場講一下球 於是我就說 當然沒問題 出百聲而已 絕對意不容辭 如此之 搞了一年 然後慢慢慢慢 又是成為了一個過體 所以我想這件事 最令人開心的地方 就是由一個人開始 但是慢慢擴散起來 現在是成為了 一大群人 亦都見到 每年一代一代的球員 一直有新陳代謝 亦都形成了一個 我想足夠 我們遲下會成立一個 足球會這麼大的人生 那你們是出任這個 毛家姐世界杯的籌位 有什麼工作上需要擔心 我都想不到 原來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為雖然說 錄場 撿球 我 就好 我 有很多這些操重功夫 剛才我們說過吳衛東 他就會聯絡 其實現在我們一年到晚 一個週期就是這樣的 先是由不同的 由他們的 社會組織會開始 現在其實有其他非政府組織 都幫忙就在年初 就會將他們的服務隊長組織起來 參加一個本地的選拔賽 選拔了一批集訓隊之後 就有另外一個也都義務幫忙的 就是結智足球隊 派一些專業的教練 來幫他們進行 我想有為期三至五個月左右的集訓 然後在夏天 我們就要做一個本地的籌款賽 這個籌款賽其實真的不是玩得這麼簡單 但是因為這班社工全部都沒有錢的 每年要派隊出去參加比賽要經費 經費就是靠這個籌款賽 一些企業、一些團體資助而成的 在夏天搞完這個兩天的籌款賽之後 接著這個集訓隊就要面試 還有要做身體檢查 確保他們的心智和身體 都已經是健康 足夠成為一個代表隊 然後就出場參加比賽 比賽完回來 接著我們無論打什麼成績都慶功 因為都是完成了一件事 都是很開心的一個經驗 接著他們就入了珠光足球隊 就成為了救生 然後到明年年初又再重新這個集訓 你說到很有系統化 幾個 幾個 說得好像很簡單 因為以我所知 你們剛剛開始那一刻 其實就是在區議會申請了7,800元 才是第一次去參與這個世界杯 2005年那時是的 那時第一次 搞成是靠他要賺7,800元 就是平時的集訓 其實是否夠賺7,800元 一定不夠 我們不如問一下球員 Alan 是第幾屆的球員 第三屆 第三屆的時候 有沒有學得能剛才所說 這麼有規模系統化 回想第三屆 第三屆是多少年 2007年 2007年的時候 即是四年前左右 你們回想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你為什麼會有份踢 因為我也是不回家的 那誰找到你呢 在哪裏找到你 其實我在宿舍住的時候 那些社員說 你找阿冬 深水埔比較有名氣 那些社員說找他 哇 是有兩屆有名氣的 我上去的時候 他也是當是服務隊長 問問我爹是否能幫到手 你打算怎樣 我又見到一個男的媽 他們問我們有一堆球 bachelor來玩一下 於是便開始接觸他們 不過開射賽方 招球會有沒有這樣的制度 其實每年都有進步 我看到其實 但都是看到以後 可能是一班人眼看撐 一開始就有很多人 阿冬在很多地方 其實也有些叫師兄 像德玲所說的舊生會繼續幫忙去跟我們操練 即是加入一些經驗 那時第三屆有沒有有著名的教練 甚麼健智教練來幫忙 其實都有著名教練 我們那年是一個教練是女性 香港女子隊 那時是女子速學隊的隊長 他又很奇怪可以把我們一群男人搞得貼貼伏伏 貼貼伏伏 聽完他的指示操練 我怕他才是 為甚麼呢 這麼威勢很兇的嗎 他不笑的 你真是不要看著這個男生 因為踢球就跟過英雄 而且要夠膽帶著一群大男人 你可以看到他已經有很多膽識 其實我估計很多包括教練在內 我們現在參與歧視的人 都是我估計給這件事的精神 和大家的合作感染到 所以其實就說 大群球員 你又禁不住我們 我們又禁不住你 其實到真的練習 或者出外的時候 我就沒有聽過有這些事 反而好像Sunny那樣 去完回來感觸到哭 時常有 但是我自己跟他們踢過一次 他跟他們一群人踢過球 他們都叫做甚麼呢 叫做爭寵 即是很想去 下場踢的 因為大家都有些少少爭執 爭拗 男人踢球一定是這樣 你們第三屆的時候 會不會 雖然有個很好的教練 你們球員之間會怎樣 其實我們每年的模式 其實都有球隊的規條 我們有十大規條 即是不給埋怨 說髒話 吃飲酒 諸如此類 還有每次 我們都會去檢討 這個制度 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開始練習的時候 我都不認識 我看到左青龍又白虎的時候 叫我阿冬叫我 你給點意見 我學心 給完意見 我會走出球場 會怎樣 我有點擔心 所以我每次都說 看得很好 那些人都很官腔 你很好地下實受獎 但原來大家熟了 就不會有這些事 會很真心地給一些意見出來 是的 大家只會說 你不要那麼毒食 我看到有些年輕人 又很毒食 你通常都是年紀 教掌就踢在後面 年輕人又跑得又走得又扭得 那些人都在前面 那年我很減戒 我最年輕人 你最年輕人 你最年輕人 然後再第二個年輕人 已經比我 可能已經大十幾年的時候 可能我是一個小朋友 不過我覺得這個毛家姐 這個足球 其實不像阿祖哥說 在前面都在後面 我們是四個人 是嗎 四個人 四個人要死上最落 是嗎 那是三重三 是分跑 如果阿祖哥說 說一下毛季寺世界會的賽例 讓觀眾知道 其實他主要一個四個人足球 一個龍門 三個場外球員 在那邊一隊最多八個人 上一場踢7分鐘 然後休息一分鐘 然後下場再踢7分鐘 好像可以踢7分鐘很快 但其實他的場是22米那麼長 有個闊度也有八米 其實裡面的踢也挺體力化的 可能你踢兩三分鐘 其實你真的順利踢 腳軟的時候要換人 這樣 那個經驗 比賽的場合比較多 那個賽制就是四打四 其實為了增加比賽的刺激性 其實在07年開始 他防守的時候 最多兩個球員可以在自己半場 就不可以多三個 其實令到那個比賽的入球數 會更多 還有那個難度也是大了 在防守上面 通常有幾十隊 那賽制是怎樣分 是否分小組 然後出線 還是怎樣 又說是五四十幾 又五十幾 聽說 現在其實近幾年 通常大概有四十幾隊參加 其實有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他會分八組 然後每個小組有六隊 然後就踢單循環 在頭上兩三天 然後在小組的六隊裡面 如果你是頭三隊的話 那你就會打上線 上線的意思就是 會欠第一至第二十四名 然後第四到第六名 那三隊就會打下線 就欠二十五到四十八名 然後這就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階段 又會再打一次單循環 那裡也是一個小組裡面有六隊 然後小組裡面 如果是頭兩名的話 就會欠一個杯 例如舉例 上面的一至二十四名 然後就踢第二輪 如果你是頭兩名的話 就會欠一至第八名的杯 如果你是小組裡面 第三、第四名的兩隊 就會踢第九到十六名的杯 然後小組最後兩隊 就會剩下一個杯 類似的賽者 好像七人不攬球 沒錯 又平又杯 沒錯 對 什麼都是 總之有一個 都計算排位 對 意思是你打完之後 最後有一個總排 對 第三個階段 就是踢國塘泰塞 這樣 就是對市 可以踢國塘泰塞 最後就會有個名次 可以踢國塘泰塞 又要去到世界 去過哪幾個國家 去過哪幾個國家 都六個去數一下 2005年去到蘇加蘭 然後2006年去南非 2007年去丹麥 2008年去澳洲 2009年去意大利美拉 2008年去巴西的利爾爾諾 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 其實大家聽到 過去這麼多年的 世界保育主辦國 都是將這個比賽 放在他們的大城市 和市中心 甚至放在他們的商業中心 那裡舉行 這個說明在一些 比較西方發達的地方 他們去看這件事 是很正面的 他們都會覺得 在市中心搭球場出來 是啊 在日本搭出來的 觀眾席 過萬人 非常熱鬧 這反映到 他們通過足球 去為這班球員 重建一個生活目標 這件事很積極 所以他們不介意 放在米蘭 愛丁堡 郭伯哈根 這些全部是他們首都 或是一大城市 就是他們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是一個 充滿關懷的城市 這個意識 或者這個信念 其實過去這麼多年 都頗能貫徹到的 所以其實 我想我們自己 都蠢蠢欲動 希望做回節通道主 問題是幾時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其實要去這麼多地方 有球員 有起居飲食 經費在哪裡 可以 剛才兩樓都提過 不是 有需要的 7.5元 不行了 不行了 這麼大班人 雖然最初 剛好幾屆 真的出現過 如果你見過我們的帳目 你覺得在香港 這麼發財的城市 你真的會笑出來 因為是有幾元 這些數字 或者十幾元 這些數字 有部份的球員 甚至沒有 到辛苦苦的社工 哄到他們 踢球之後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連鞋子都沒有 都試過 要買一對白飯魚給他們 所以其實 一直下來的 營運都幾樸素 甚至說 直接的人都幾艱苦 所以我們每一年 其實夏天的籌款賽 是非常之重要的 每一間企業 或者機構 小如一間 基隆茶餐廳 只要他有心 他會派一隊來參加 每一隊 就捐助我們 一萬五千元 對數多一隊 就多一萬五元 而我們每一年的經費 就視乎要去哪裡 如果我們說去南非 去巴西 那兩年 其實經費需要大很多 未來這一年去巴黎 反而情況會好些 因為沒有預期中那麼貴 而且今年我們又好彩 越來越多 可以注意到這件事 所以都肯支持我們 派對參加這個慈善賽的對數 是多過以往那麼多年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 好一點的條件 整件事可以做得 鬆動一點 說這麼多 希倫你帶了很多珍貴照片 讓我們不要只說 你是去丹麥的 去丹麥的 跟我們展示一些 你當時跟誰曾經合照過的相片等等 跟我們的觀眾一起看看 分享你當年 四年前的 是否相似OK 是否相似OK 差不多的 你遞出來的 這張呢 當然不只是拍美 那兩個女士就是巴西隊的球員 其實怎麼會有女士呢 其實都因為這個比賽是混合的 男女士都有的 其實我們除了踢球之後 也有跟球員去交流 也拍照 其實我覺得去到這個地方 除了比賽 真的拍照 真的最重要的 是 還有 也要看看她 不要說因為女士踢球 你覺得很差 其實是很厲害 我記得皮膚黑的那個 我知道她已經入了女士國家隊 巴西隊 是嗎 是 我記得我又有問她 拿電郵 但可能她十年都不回覆 我又問 你跟不同國家的球員溝通 是否困難呢 就是你們英文的 我可以 你可以的 其他的球員 都可以 都可以 但 真的想上一課 就是英語培訓班 Sindy有沒有這樣的 他們就沒有什麼 不過我們其實也有想過 計劃過 泛文呢 泛文呢 不行 不用的 你們踢球都知道 足球本身就是國際語言 來的 選擇世界盃 不一樣有泛文 有德文 有日文 有俄文 什麼都有 其實都是指手畫個答夠 笑容答夠 也不要看小球員 就是他們的學習很快 比如說去意大利米蘭那一年 他們一兩天之後 他們說早晨 拜拜的那些 即是意大利米蘭那一年 他們已經認識了 可以跟其他當地人溝通 所以其實球員的學習能力 其實沒有我們想中 即比我們想中是好好的 明白 看完巴西強 還有一些正確身邊 除了踢球之外 這張 也有跟這隊 就是你呀你呀的 在酒店房間裡面 做一些交流 認識他們國家的一些 民生 基本 以及他們有什麼困難 其實 有時聽起來都很深酸 其實有時香港覺得 有些人覺得好不好的時候 但我們 真的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連他們 我記得他們說 他們連拿支 即他們政府是不支持 拿支國旗都有困難 因為拿國旗出國家 是要申請的 但他們的經費 他們說是 因為他們政府 是不會有什麼資助 是他們自己 我記得是 他們說是在街邊賣藝 可能去表演 就是籌籤來踢球 那你們又很幸運 很快香港的揮號 就給了你們可以用 新議員 是第幾個開始 都要用心力極力爭取 其實也要聽到 阿斌說 其實第一年 他在方三位任區分 其實曾經 當幕也有些意見 但後來最後成功的時候 後來也有些議員 就是肯幫忙 支持 我們陶謹西也很支持 我有一次去參與 也很支持 我想議員一定會繼續支持 還有那個就是張超雄 張超雄 剛才我看到他有些照片 過往幾年都有 近這兩年都很經常出席 我們的慈善賽 還有楊過雄 中國主 張超雄 張超雄是社工 沒錯 還有其他照片 我可以多看一張 其實除了交代 這張很高興 這張其實每年都有一些嘉賓 來支持我們 那年我們就有賈東拿 賈東拿 其實他傳授一些技術 其實都傳授不重要 因為他太厲害 我記得那年 你看他這樣的身形 都保持得很好的 還有穿著牛仔 我看到他也很瀟灑 也很開心 看到很多層面的人 都會支持這個賽事 你說到柬東拿的球員 我想問你 剛才你還未開鏡之前 你說了 踢法是怎樣的 去到毛澤姐世界盃 即是香港隊的踢法 以及其他國家 我只看到你們成績 通常是四十多 最厲害有一次打過上線 即是二十四年 所以最關鍵 其實去到的時候都要適應的時間 可能時差飲食其實都不習慣 還有比賽時 通常 有時我們 我記得是 可能去到外國的時候 有些球隊都覺得好像有些輕敵 可能看到他的年紀很大 好像角外表不太會踢球 但落場當然結果不是這樣 還有我們看來是 我那年是慣性 我們很多場都是贏著打 但結果都是輸的 因為可能到最後都是看你不夠就輸 七分鐘加七分鐘 陳佳昌你猜的比數通常是多少比多少 我當然是找個資料 有九比零七比零都會減死 十四分鐘而已 是啊 可以有差距很大 當然也有緊張 三比三 我也聽說 吃著人家都要輸兩球 感覺很痛苦 真的不要小看上下半場七分鐘 如果大家想感覺一下 如何能夠在陸地 都有呼吸不到氣的感覺 其實這個比賽就可以了 我們踢球我們都知道 真的 被你不停地跑 就是上落 尤其是從事你說 只可以只有兩個人回來 就是三人回來 這個其實有點難度 因為我要看回我自己的隊友 究竟你回去還是我回去 因為三個上了 這樣會怎樣 這個通常就是他們要默契 例如你要出聲 或者之前已經肯定了 哪一個就在前面 這個就是賽前的部署 或者臨場給大家出聲 我多回答一點 我作為評述員 也要評述一下 當然 但這種都像小型球 他本身的球 是比正常我們踢的所謂大球 沒有那麼彈的 他是所謂的陸數的足球 是故意被室內五人或四人踢的 所以感覺跟你平時踢球很不同 他會覺得絕一點 那球沒有那麼彈 所以在踢球的時候 其實很多如果你踢慣大球的人 你要真的調節一下自己的思維 因為這種球很多是用腳底來踢的 真是我們大陸那些足球界的人說 腳底功夫好不好呢 就是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真的要搓著那個球 而且射球的時候很多時候 比較有效的方法 不是咬緊硬筋去抽 而是鞋頭刺 所以很多時候大比數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頻密呢 你越到一個會踢的 其實可能真的幾秒鐘 就入你一球 一球就一球 只要動了一輩子 你找到一個好位的時候 入球好像不是很難 雖然你叫我射入一球 我覺得很難 其實都有會踢不會踢的分別 還有是有些特別的技術 平術員就說完了 到Alan 你踢了那一屆 最難忘的那一球是哪一球呢 最難忘的輸11比0 11比0 11比0的 11比0的全部都是你負責嗎 11球 是沒錯 11球都是你負責 我們對荷蘭的 對荷蘭 那天我們聽到他有一個是踢甲組 因為他去外國就不同香港 外國的無家的定義就是叫 可能沒有工作 都可以參加 我們聽到那一隊 有一個是踢甲組 但是就未續約 就來踢了 就是我見到整隊 這樣也可以 外國的定義就是不同香港 但是香港也有一個堅持 一定要是無家 但是我們見到整群荷蘭都好像 真是模特兒走出來 就是運動員 運動員身形 跟我們香港的隊伍 就不太相同 香港的真的是真正無家 近這兩屆我聽教練回來說 他都說見到很多其他隊的球員 都真的疑似專業球員 看他們的表現 那他們有些什麼 在這方面 可以怎樣去審核 有沒有 沒有 即是說他們自己那邊審核 其實我們 國際無界的世界比那邊 他們就相信 當地主辦的團體 那個主辦團體 就是他們的 那個平衡 就是他們 他們不會再特別想問 你到底是不是老叔 中叔 他們就不會 就相信當地主辦的團體 當然 也有時候很不幸地 可能有些團體 例如某些國家 例如去到那邊 然後去完之後 第一兩天就不見了 這樣 之後大會就會 背景了他們 我們先說那11球 11球 就是差不多平均 1分鐘 你們想做辦法 輸小當贏 其實很少 現在很少 已經很少 已經想做辦法 你記得是怎樣入球的 對方 要不就猜到空 要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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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好像快到 你就不知道 已經是沒有反應的 因為那個球場是很小的 如果你想想 如果他一有空位的時候 那些歐洲球員聚血那麼厲害 一射就 其實 即是跑得比我們 快很多 快很多 技術 技術一定比我們 而且年紀平均都年輕 我們四個球員 站在龍門前面 就可以了 不是 只可以回兩個 只可以回兩個 三個 三個站在龍門 又不射 其實去到那個地步 多給兩個 你幫忙塞都塞不住 塞不住 最後 輸了11球 有沒有跟對方交換球衣 你們有興趣的 我們有交換 不過不是跟這隊交換 我們跟瑞士交換球衣 為何跟瑞士交換 因為你贏了他 你怎知道 我這隊友還跟我說 你贏了上去交換球衣 你給我好像很慘 不是的 都是一個紀念 我還記得 在飯行和他交換 趁他吃飯的時候 不如我們交換球衣 明白明白 好了 我們下輯再繼續說一說 無間施足球隊 究竟如何幫助到一些去初 在人生路途上失意 但如何重拾回他的自信 下一集和大家見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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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